通讯部长法米指出 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成立一支跨部门特工队 探讨社交媒体的管控和执法 同时政府也会努力推进社媒执照措施 确保有关政策能够在明年1月1号顺利上路 社交媒体发达 网络使用也日新月异 为了保障社媒用户的安全 通讯部长法米表示 他在和内政部长纳都斯里塞夫丁 以及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主席 丹斯里默罕默沙林讨论后决定 成立一支由通讯部 内政部 首相署 法律事务组 以及总检察署组成的特工队 负责探讨社媒监管和执法方面的问题 法米指令 涉及深度伪造技术的案件相当新颖 需要各方配合收集充足的证据和数据 以将案件带上法庭 警方也需要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技术支援 来保存和分析数据 因此特工队的作用 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深入了解副检察司 在检控环节中面对的问题 谈到网络霸凌 法米今天在首都探视和移交捐款 给应应女网红依莎的家属后指出 通讯部 特别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将致力确保社媒执照措施的推进 以便能够在明年1月1号起实施 放眼在未来减少或完全消灭假账号 打击网络霸凌 法米也透露 部门近期在新加坡和社媒X平台 Meta TikTok和微信代表会面 这些社交网络运营商都表明了 愿意申请社媒执照 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指南 而从8月1号起到年尾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会和所有利益相关者 包括各大社媒平台代表见面 共同制定社媒行为准则和标准 他希望随着社媒执照政策的落实 未来社媒平台都能够更加负责任 采取行动对付网络霸凌 极端主义内容 以及贩毒网络赌博等非法活动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